上岗的东窗变化不大 五位有次西班牙踢球 浩克反而连赛也不能上场 但上岗的攻击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开场就光是为常 埃尔克森连续几次投球功能 对对方球能形成威胁 最欢的事能也被对方后位感出 此时阶段 上岗还是先向阴城 奥斯卡开出任意球 蔡惠科投球碰到光临后 发生拼准后日网 上岗幸运取得领先 下半场 上岗英文正继主动 王山拆获得单刀机会 但将球打拼 第65分钟 上岗在下阴城 埃尔克森射门队铺出后球来到李文君脚下 李文君推射空门得手 生花随后再招打击 在将军走进奥斯卡被罚下 赛人的生花很快再失一球 李文君小脚队把门针住 反弹到奥斯卡脚下 或者同样推射空门得手 最后时刻 上岗赛心 太赫纳德斯城区职位邦邦 任多人将冷剑挑战赛越英雄 最终上岗将比特锁定在四 赢 上海得比同来都必须少见把银张 比赛必须十二分钟 场上出现一人一幕 奥斯卡拿起后被两人帮加贺钉球 正当他想回抢时 赵焦竟突然用走将奥斯卡击倒 受到打击的奥斯卡痛苦倒闭 裁判观看视频回算后作出判罚 先是给了孙士林红牌 但在经过编裁的提醒后 主裁判又改变判罚 并把江镜出示黄牌将其罚下 并让孙士林重新回到场上 然而通过慢动作回报显示 孙士林之后的动作同样面略 让人含心 在对手倒地后 他又用手打了一下奥斯卡 起身后又用身体腰了一下奥斯卡 更让人含心的是 宝焦竟和孙士林起身后 并打在地下的奥斯卡摊开双手 事页对方在假摔 毫不夸张地说 裁判已经手下流行 无论是百姜镜还是孙士林都应该吃牌 失败这场比赛 可欲输求又输人